王苏芬教授师生非物质文化遗产古诗词音乐会在何陶市圣安东社区学院剧场举行 加州众议员菲利普陈代表Anthony Johnson Yobel Linda市长Terra Campbell 美国华人社团联合会监事长林连连出席活动 并为王苏芬教授颁奖 中国古诗词歌曲音乐会以自身的魅力吸引着当地一批在艺术上颇有造诣的艺术家 一大批家长带着孩子赶来 让孩子们身在美国不忘中国古老文化 加州州立理工大学欢庆农历新年晚会上 中国音乐学院教授中国古诗词研究中心主任王苏芬教授师生演出中国古诗词歌曲 同美国大学生交流 丰富多彩的中国古诗词歌曲使人们受益匪浅受到好评 本次王苏芬教授师生一行二十人赴美演出 与南加州先锋大学合唱团进行文化交流演出 中西方音乐交融使在场的每一位都被深深吸引 并为南加州华人华侨在新春佳节之际献上北美首场专场演出 王苏芬教授是硕士生导师著名女高音歌唱家 国家一级演员中国古典诗词歌曲演唱和普及专家 也是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中国乡土艺术协会艺术指导 他担任中央电视台青年歌手大奖赛和各种声乐大赛评委 他是美国传记研究所世界名人英国剑桥大学世界名人 王苏芬教授潜心研究古诗词歌曲几十年 2012年他的鼓曲音乐被纳入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 非常高兴来到美国演出 这是我们第一次古老的音乐走进美国 美国的观众非常的热情 给我们很大的震撼 今天我们从上古时期诗经 楚慈 汉乐府 以及南北朝所有的歌曲都进行了演唱 他受到了观众热烈的欢迎 我们也希望今后有机会更多的来到美国 宣传我们中国的古老音乐 城市电视台记者洛杉矶采访报道